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邻居羊的三只狗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只要一有人车经过 狗就会叫个不停 不过少的儿子 因为房间紧邻阳台 正正的狗叫声 根本难以入睡 更傻眼的是 有时候甚至到了凌晨两三点 还是可以听到 弯弯弯的叫声 长时间下来 儿子还因此出现不明头痛 最后甚至住院 不止这样 四足和狗狗认得回家的路 竟然直接放狗 自己出门遛搭 等到狗狗回来了 也迟迟没来开门 狗狗只能抓门叫人 最后索性徘徊在路中 一边的一边废 其实是不止一只 他养着三只 那就是有一只非常会叫 那只狗 他一天会吸完三只 只有那只狗自己出来 他就把狗狗放出去 给他 然后究竟不信 他等到叫整完 我今天就不用活着了 投诉人无奈的说 办到这一年半以来 他好几次打110反应问题 没想到 卻遭警方拒绝 说需要三人居民反应 才会受理报案 让他相当傻眼 一直到最近才成功报案 因为太常报警 然后我就说我不能直接 去跟他做提到的动作 他都说不及了 平常想了一下 那通常如果打1999 他打完1999 有这几天 因为他们因为连续期间 就会有人来看 因为那事情不好一点 下去警方表示 确实有多次接获民众反应 神夜有狗叫 原警也有到四族家劝导 但还是没什么改善 也说当时投诉人只是举报 并没有报案 现在投诉人提供警方 搜证的影片 全案已经移送侦察队 会对四族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为得将可罚6000元以下还还 但警方也喊冤 原警并不是不受理案子 是因为相关的类似案件 如果有越多明确的举发事证 会对举发人更有力 所以原警才会告知投诉人 最好有三人举名举发 另外北市动保处则回应 日前动保员已经有去过四族家 但按门铃都没人应门 也没听到狗叫声 对于邻居的抱怨 苹果目前无法取得四族回应 只能说自己养的狗 就任命顾好吧 换做是你 作何感想